探生们好捧场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的环台列车 开进花莲重庆市场 大家手机准备好捕捉野生柯文哲出没 各个热情打气 有民众伸出大拇指给赞 柯文哲感受到满满的温暖 看到有人戴着护腰 柯文哲不忘发挥医师本色 面对绿营更展现大炮性格 不但指前北农总经理吴英宁 旧市新潮流硬塞进来 更点名前绿委段一康 塞了多少人强迫被市府接受 段一康反击一个都没有 自己从没拜托柯文哲任何事 抨击柯文哲说谎很流畅 我说柯文哲分不清农业保险跟农民保险的时候 他不敢面对不想面对 所以他就扯东扯西扯到新潮流 这么容易就被强迫 然后就乖乖听话 还要演绎出这个假投票决定的这个戏吗 吴英宁也反驳当初要担任北农总经理 就由柯文哲亲自面世 怎么如今不肯面对事实 过去的北农风云 在柯文哲这一次拼选举 连带掀起跟宿敌新潮流的旧狠薪酬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